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高铁作为一种速度快运力大的交通工具 逐渐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喜爱 但随着高铁的普及度逐渐增高 一些奇葩的事件也逐渐的在高铁上出现了 之前有几个地方的乘客拦着高铁不让开车 而现在又出现了有乘客在高铁上打电话报警 称高铁超速超载 据网友爆料2月24日在北京南开往厦门北的G355次高铁上 一名男子反复拨打110和铁路部门投诉电话 称自己一家四口都在列车上 而该列车超载超速严重威胁了他的生命安全 这件事一出很多网友感到大跌眼镜 高铁超速超载 这个是文所未闻 有网友就表示高铁超速他怕是和大巴比的吧 超载我还能理解超速是个什么鬼 也有了解铁路运输规定的网友说 超载是允许的 可以去查铁路运输规定 一时间网友们议论纷纷 而当媒体记者与G355次列车的所属录局 南称铁路局联系以后 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 原来当天该男子携带的儿童超高 列车员要求该名男子补票 该男子拒绝了补票的要求 并在高铁吃香中大声喧哗 扰乱秩序 而针对超载的问题 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铁路总公司的规定 高铁二等座允许超软20% 一等座和商务员不得超原 当天G355次列车的超原数量符合规定 明明是自己不愿补票 却反过来说 高铁超原超速 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尝尝法律的制裁 聚 terrain 继续 的 第三种人 média